政府推动烟草终结世代 禁止2007年以后出生的国民 购买或使用电子烟在内的任何烟草产品 尽管今年令在坊间掀起了诸多争议 但是卫生部势在必行 部长凯里表示 落实一代人彻底戒烟政策 不会冲击国家经济 因为研究显示 烟草行业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8% 2022年吸烟和吸烟管制法案的实施 也能减少我国经济对烟草业的依赖 卫生部7月27号向国费下议委提成的 2022年烟草及香烟管制法修正法案意图后 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这五组政府落实一代人 彻底戒烟政策的决心 是要让2007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 进入无烟时代 卫长凯里星期五在部门 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 落实一代人彻底戒烟政策 不会助长香烟黑市 更不会冲击国家经济 因为随着烟民比例下降 将会减少市场对香烟的要求 而且烟草行业 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0.2个百分点 他没有影响 当被问到政府如何有效监管 零售业者出售烟草产品时 凯里透露 卫生部将和相关业者商议对策 以制定一套有效的机制 防止不符合资格的国民 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一 在国会提成2022年 烟草及吸烟管制法案二读 朝野议员接下来才能就法案展开辩论 卫生部过后才进行法案总结 根据法案 凡是在2007年1月1号 或之后出生的国人 禁止拥有吸食或购买任何烟草产品 吸烟材料 烟草替代产品 如电子烟或吸烟设备 违规者一旦罪成 可被罚款不超过5000令吉 另外任何个人或组织 在没有准证下 进口制造或分发烟草 吸烟器材和烟草替代品 都会受到惩罚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卫生部部长凯里 对于推动无烟事代 是志在必得 然而国会临选委员会 却希望暂停法案二读 好让委员能够研究相关的法案条文 确保不会出现法令 遭到滥用或错误诠释的问题 国会妇女儿童及社会发展 特别临选委员会今天发声明 希望能够事先评估法案 所阐明的各种限制和执法详情 以确保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临选委员会在声明中提到 法案的第24条文 父权部长委任任何人作为执法官员 这代表任何人在任命之后 都可以在没有搜查令和相关停令的情况下 调查 进入 取证 监督 搜查 甚至是封锁涉案的店铺 委员会认为 执法工作因为涉及未成年人士 因此应该确保官员事先获得适当的培训 了解少年的敏感情绪 和国际上处理少年和孩童案件的习俗 委员会也不认同法令允许对未成年人士开罚单 因为这方面也有待厘清